在台湾的平埔西拉雅族要求证明多次 都遭到行政圆明会 以不符合现在的原住民身份法为理由拒绝了 那么西拉雅就备妥了许多历史的文件 向台北最高行政法院控告行政圆明会 在今天判决结果出炉 驳回了西拉雅的告诉 也就是西拉雅已经等同败诉 常年推动西拉雅证明的 西拉雅文化协会理事长万淑娟 往常他出现在公开场合 都是强悍刚毅的形象 在今天得知判决结果之后 在镜头前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不过他依然认为自己的理念没有错 呼吁西拉雅人不要轻易放弃 我在这里还是要 鼓舞我们全国的 全国的西拉雅族群 跟全国的平埔族群 我们要用更坚定的心 继续前面的路 在镜头前走势坚强的万淑娟 无法控制流下眼泪 因为西拉雅族身份认定的行政诉讼 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开庭 判决结果出炉 行政法院驳回了西拉雅的告诉 但我们对行政法庭是失望的 因为我们认为西拉雅族群 身为一个原住民 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事实 西拉雅人强调民国46年3月11号 台湾省政府已经含令日俱时代居住于平地 其种族为守者应该被认定为平地山胞 所以认为西拉雅现在可以出具日俱时代的户口民部 只要印有熟的字样 就可以证明自己是原住民 而现行的原住民身份法第八条 就应该要认定西拉雅 因为我们不知道说是不是 我们也曾经评估过说 行政法庭可能不是那么敢 对这么重大的历史的案件做出判决 也有评估过 但是我们还是总是相信说 天理应该会得到掌线 那当然或许不是这个时间点 但是我们还是觉得不远 长期支持西拉雅证明的台南市政府 也怀疑有政治力介入判决 我们支持西拉雅的整个证据是非常的明显的 但是我们也怀疑 这是受到一些政治性的一些干扰 西拉雅人表示还会继续上诉 而且不惜上诉到宪法法庭 要政府不能再默示西拉雅族也是台湾的原住民族的事实 要继续争取作为原住民族的身份权 行政委员会则表示会尊重司法判决 记者综合报导